5月28日至6月1日 多位阿盟成员领导人将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5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现在我们有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印尼语部记者王兴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前天中外媒体吹风会上 中国外交部宣布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持讲话 中阿双方将重点就落实领导人共识 拓展中阿各领域合作 加快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具体举措 会议计划通过多份成果文件 将进一步凝聚中阿共识 规划下阶段合作 并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出中阿共同声音 同时5月29日至31日 习近平主席将分别为来华访问出席会议开幕式的 巴林国王哈马德 埃及总统赛西 突尼斯总统赛伊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举行国事活动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系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2004年1月 中阿合作论坛正式成立 论坛成立之初 中阿就建立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达成一致 2010年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2018年论坛第八届部长会议 双方一致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经过20年的深耕细作 论坛已经成为中阿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 也是差量中阿务事合作的金字招牌 这是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的 又一次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 对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